哈喽各位 我叫做同王 最近我们已经有好久时间没有开箱过玩具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开箱一款非常硬核的一款玩具 鬼就是这个水弹装甲突击车 一听这名字就非常的硬核霸气 咱们来猜开看一下 这是一款遥控玩具 好诶 已经猜出来了 长得非常像一辆坦克 但是它不叫坦克 它叫做装甲突击车 它的个头确实比我之前测评过的所有玩具的个头都大一点 看起来非常的霸气 很有正式的力量 它全身采用的是那种非常硬的塑料 一看就是非常的硬核 无坚不吹的感觉 果然是一辆装甲突击车 然后它的轮胎非常的有意思 你看它的轮胎 不知道什么东西组成了一节一节的轮胎 每一节小轮胎上面都有一个会转的一个椭圆形的东西 这样就非常的有意思 这轮胎是它一个很有特点的东西 另外这是它的一个遥控装置 你看它的遥控装置就比一般的遥控赛车更加的庞大一点 上面有非常多的按钮 它除了两个前后左右的一个摇杆之外 还有一些蓝色的按钮 这个按钮分别代表着一些运动的方向 有直线曲线 还有这种斜对角的 另外还可以自行编辑它的一个路线 也就是编程 你可以设定它的奔跑的路线 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把它放在地上来跑一下 看一下 前进 倒退 左转 右转 前进 倒退 它动力非常的强劲 另外还可以左右平移 看着 右移 左移 右移 右移 左移 这是一般的遥控才是完全打不到的 可以左右平移 还可以斜对角奔跑 右上脚奔跑 左下脚奔跑 左上脚奔跑 左下脚奔跑 旋转 这感觉就像一个野兽影 动力真的是太强劲了 另外如果你不喜欢或者不习惯用遥控器去控制的话 你还有另外一款控制它的设备 那就是这个非常神奇的手表控制器 我们只要把它戴在手上 戴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一个手表形状的控制器 比如说我们前进 它就为前进 比如说我们的手往后退 它就为后退 我们的手往左往右移 我们的车就会进行往左往右移 直接由你的手的方向来控制你车的行动方向 非常的厉害 这是一般的遥控器所没有的 这也是它的一个闪光点 一开始我们不是说它叫做水弹装甲突击车吗 那为什么叫水弹呢 何为水弹呢 这个就是它的另外一个很好的特点 也就是说 这是一辆可以发射水弹的一个装甲车 那么何为水弹呢 水弹就是我手中的这一包小东西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水宝宝 就是一颗颗会吸水的很透明的软糊糊的小球 抹起来凉凉的 然后非常有弹性 这个就是它的水弹 到时候我们可以把水弹放进我们的装甲车 那么这就是它的炮弹了 下面我们给它补充一下弹药 把我们的水弹放进我们的装甲车当中 那么我们的水弹已经放在这里面了 它就是一辆会发射炮弹的一辆装甲突击车了 战斗力大大提升啊 我们来试一下 下面我们就来试一下它的威力吧 它的炮筒已经对准了我们的摄像头 它即将向我们发起进攻 我们来试一下它的炮弹的威力 发射 哇 我的妈呀 直接击到粉碎啊 我的妈呀 有没有看到 我们再来试一下 再一次进攻 发射 哇靠 直击镜头 发射 哇 厉害厉害厉害 威力太大了 它直接把那个水弹给炸了粉身碎骨啊 你看这些都是 刚才水弹被打的粉身碎骨的一些残骸 我的妈呀 它发射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直接把打碎了 为了更直观的提醒啊 我们看看它能不能把这个可乐罐头给击倒 我们来试一下 进攻 哇 直接被击倒了 我的妈呀 太猛了 水弹也破得粉身碎骨啊 我的妈呀 太厉害了 刚才我们也已经见识到了它的威力了吧 太猛了 超酷了我的想象 不过它不是死弹 它只是水弹 非常软的一个炮弹而已 即使打在我们的人身上呢 也不会有任何的危害 总体完下来 我觉得这款水弹装甲皮静 确实对得起它这个名字啊 不仅外观非常的硬核 实在能力也非常的强 是一款很不错的玩具 我非常喜欢 你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麻烦给我点个赞加关注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或者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来推进给我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